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两天我哥们给了一辆BMX 我原本以为BMX的车应该是这样 我骑上之后应该是这样 万万没想到这个车居然是这样 太难骑了 这个车根本就是一辆普通的204型车 然后我问了资深人士 这个车值多少钱 他告诉我说白给他都不要 这车扔了也怪可惜的 我准备给他加个电池 以后上下班就骑他了 用一个乐扣的饭活 做两并十三串的电池组 重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或许多要新冠于④ 或许多要新冠筹 想要点栏目 接下来把这个13串48伏的保护板接到电池上 对令人发指的焊电池环节结束了 下边就是把充电口和放电口固定放在这个饭盒上 妈呢还没录完呢 在饭盒上开一个非常圆的孔 关键点就是一定要非常圆 在侧面再开一个非常T的T型孔 把这两个插件装到开好的孔里 把正复级接好 下一步我们测试一下充电 监测一下电压 48伏 如果它上涨就说明已经在充电了 现在48.1 说明充电功能没问题 让它先充一会儿 我们先把自行车弄好 外台向内推 推离开轮圈的沟槽 弄这玩意最难的就是换轮胎 这哥们教的不错 一会儿先给它一个散连 先把原装的轮子拆下来 换上我新买的轮子 用这个巧车台的瓣 外台内台拆下来 这个就没用 这是新买的带电机的轮毂 先给它打点气 没干过这活儿 我正想修行车的 咱 开 行了 这轮就算装好了 下边装控制器 这个是电机控制器 要从里面摘出来电机线 电池线 油门线和刹车线 把它装在这个破车上 它就焕发新生了 电池线 油门线和刹车线都接好了 下边把电池接上 试试它转不转 刹转不转 刹车也好 所以下边把它们的都装上 灌点焦 把电池里边再灌点焦 有点恶心这个 继续 继续 系好线 好 出去试试 出发之前特别感谢 动鱼轮滑高东宇高老板赞助 头盔一个 买轮滑和滑雪装备找高老板 没问题 试试这车的速度怎么样 过两天我们找一个没人的地儿 侧的这车能跑多远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微博 并且踊跃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会在公众号上分享更多 拍摄期间有趣的花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